嗨,大家好,我是曼妮 画面中看到这是 虱目鱼角跟鱼角两种 最近合作社上架的新品 一样的我用黑豆拌酱来教大家做料理 首先我们看到虱目鱼角 它内馅是猪肉加虱目鱼背肉 然后鱼角呢,就是 它的皮里面有鱼肉在里面 然后内馅呢,是猪肉做基底 差别就在这两个 虱目鱼角蛮好吃的 有鱼肉的味道,很鲜美 那鱼角呢,它是用猪后腿肉做内馅 所以它是火锅料中的经典款 其实这两个啊,冬季锅物料理都不能少的 接下来看到的是黑豆拌酱 之前有跟大家宣导过 黑豆拌酱是属于全食物利用的一环 因为我们在做本土黑豆酱油的时候 酿造的黑豆 那黑豆渣呢,黑豆可以拿来做什么 我们就把它循环再利用 所以你要记得用干净的汤匙 然后稍微让它混合一下 均匀把它均止 然后再大概挖一小汤匙就可以了 放在汤里面 这锅汤它就会有咸味 也会有黑豆的香味 当然如果要再调其他的调味啊 就看大家各自自己的喜好啰 我这边用的是澎湖中卷 稍微把它洗干净 然后里面的卵骨我有抽掉 稍微切,我没有把它切断 还有虱目鱼角跟鱼角 虱目鱼角吃起来啊 很明显的有虱目鱼肉的味道 但是它是好吃的 鲜美的味道 并不会腥 这样的晚餐就完成了 非常简单方便 而且又很有营养 说真的 教给大家了 如何运用我们的黑豆拌酱来做料理 全食物利用是我们合作社的理念 同时也需要社员们的支持 好咯,我是曼妮 我们下次见,拜拜